李家超那個班底的班已經完成公佈了 大家會發現,第一所謂的資深AO會傳出 這次應該是為林鄭政府所做的所有問題全部背鑊 這次不會用這班人,結果發現很多都是資深AO升上去 就算原本一些楊錦雄、黃偉倫,林鄭政府都在做 去到新一屆政府建築署處處長,何永賢等等 孫玉咸,勞工處處長,都是很多資深AO上去 甚至連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都是資深AO 在初初宣佈了李家超會參選的時候 是不少的輿論都出來說,這班AO就沒有運限 除了之前田飛龍曾經說過之外 其實有一個人是特別多的,就是馮偉光 他就是AO黨是不行的 那梁粉為什麼要說AO黨不行呢 因為你知道梁振英就找很多外面的人 叫做外面的專業人士 和林鄭找AO黨是兩個分別來的 馮偉光這說話就要踩林鄭政府 捧梁振英的政府 就說梁振英才是不行的,林鄭就不行 你們不跟梁振英連任是你們的失策 結果很多人就把馮偉光的說話 就當了是上面的聖旨 搞到什麼01、不少的建制傳媒 甚至是劉兆佳的言論 都說AO黨接下來不行了 結果全部就這班人大失而算 我心想他們這班人 做了這麼久的媒體 或者做了這麼久的建制派 好聽不聽 聽到馮偉光亂說 真是傻傻傻傻 結果這次是否一樣 這麼多資深AO 反而馮偉光所述的梁振英陣營 是一個人都沒有 是一個梁振營都沒有 甚至廉政專員 八穩六現在沒得做了 由這個前程教處處長 胡英明走去做 八穩六為什麼沒得做呢 是否因為他糧粉色彩是比較濃烈呢 是連梁振唯一的一個不是問責官員 在紀律部隊的首長都沒有了 可想而言之這次梁振失勢是多嚴重 陳茂波算不算梁振呢 但經過了這五年 陳茂波其實都算自己一個山頭 好了梁振失勢 AO黨並非外界想像中那麼差 即不是外界想像中那麼差 劉兆佳就有一些馬後炮 都需要分AO 不過他們又未必有大權 劉兆佳其實傳媒找他說話都浪費了 馬後炮他就厲害 其他東西就沒有樣點 事前預測有什麼評估沒有樣點的 除了這樣他之外 你會見到都是跟平時北京對香港做法 裁政司、政務司、特首都有三個不同的批系的人 互相制衡 這次沒有因為鄧炳強或曾國偉 上面看好你 特別要捧起你 令到以前三個最重要的位置 是會有所平衡的 互相制衡的 這次會出現失衡的情況 最後也沒有出現 甚至那些傳道真國偉、鄧炳強、如梁之珍 政務司司長頂頭大熱 最後兩位都做回原本的職位 做回局長 連副司長都沒有份 你會見到陳國基做這個就是政務司司長 卓永興做政務司副司長 一個就是資深AO就卓永興 陳國基也有特首辦主任就調過來 以前都沒有官出身入警署署長 可能看盡他在特首辦主任做那些統籌 和上面的脈絡 在財政司那邊找資深AO 黃慧倫協助陳茂波 因為陳茂波做的真是不行 你看看他這次再派消費券 可以比上一次還差 跟八達通那邊上限三千元 到現在都沒有談好 原來要做是可以做到的 至於律政司方面 林定國旁邊那個竟然就是張國軍 張國軍不是說質疑律師不行 不過以論資排輩其實怎樣都不到他 反而湯家驊發了這麼多言 最近不斷說話 傅珍切又在哭 說當年他想起他爸爸死的時候 他哭得最厲害那天 我以為湯家驊得最厲害 在雪藏街不知某時哪時 是否跪在這裏哭勢 你們不要爆我這件事出去 以及湯家驊也說到 在裏面和他爸爸和他兒子的關係 其實都比較疏離 說真的愛他爸爸和他兒子 看到你這個鬆高頭都彈開十尺 除了湯家驊私人讀潮水之外 在這個脫班底之外 特首辦又會怎樣去處理呢 特首辦主任就找葉文娟 大家留意一下 葉文娟偏偏早過所有問責官員 出來去說話 又有些猜測 是否接下來表示特首辦主任就很大權 一些李家超要打理的事都找葉文娟 開一些聯絡的事會找葉文娟走去做 還有會否剩下一個高級特別助理 即是以前是專負責幫這個特首 就跟中聯辦、港澳辦、北京政府做聯絡的 林鄭自己就覺得這個位是鉗制住他 他上任他沒多久就這個位不找人了 照計李家超都會找回 新民統籌專員去到馮偉光之後就沒想到馮偉光 又是被葉劉不斷串他做新民統籌專員 非常之差 李家超會不會又找回人去做呢 那現在謝震中 這位是以前記者經常見到他的謝震中 就入了這個後任特首辦公室 接下來的新的特首辦公室都應該他會有份 就說他負責公關的 難道他負責做新民統籌專員 當然你說李家超當時做保安局局長 跟謝震中都有所認識不出奇 但是不是去到他會做到新民統籌專員呢 不過這樣連馮偉光的質素 開個小小公關仔 又不是那麼出名的行內的明星都不算好 都會被梁振英委任你做新民統籌專員 找謝震中都不出奇 不過說真的如果你說將來人選不是他 謝震中是負責其他崗位 雖然都會協助公關 這就更加正常了 因為論資排輩真的還未到他 曾經傳過的紅倚文 最後會不會去他呢 還是第二個呢 這兩個位都會開回 特首辦主任是否勝存 是會加大他的職能 陳國基其實是比較保護的 林鄭個人就乾癖自容 你覺得陳國基會有份參與政策呢 你看看那些專欄說他都沒有份 有些馬後炮就是陳國基是負責當年 是北京陰點他去特首辦主任去監察他林鄭人 如果是的話 應該那些很多政策的商討他都會有份 但你看看他又沒有份 這些東西是不像那些馬後炮 說得就說 五年前不見你說 兩年前不見你說 現在陳國基會做政務司司長 你才出來說 他這些馬後炮 還有你看看如果是的話 陳國基在特首辦這五年 角色就不是那麼低 如果他負責監察林鄭 監察到處理得那麼差 監察到一些東西那麼北京不順意 這個簡直是不正式 不會委任他入國安公署 更加現在不會委任他做政務司司司長 現在就說了 葉文娟會不會被陳國基好彩一點 會特首辦主任多一些職能呢 這個將來都可以看看